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涛姐 终于收工了 熬夜真的是 人还能撑得住 皮肤可真是撑不住 而且熬夜熬多脸上的胶原素 溜得太快了 好吧 我要先去卸个妆 先护肤了 最近我一直在用柏莱雅的产品 基本上去到哪里 他们都会跟我到哪里 一共主要就是这四个产品 精华 水乳 还有我们的面霜 首先是这个新生级的 柏莱雅红宝石精华 我是从2.0的时候就开始用了 对熟灵剂来说 现在当然喜欢更加精简 科学的护肤品 这瓶里面就添加了高阶的 一个抗皱成分 再搭配红宝石 专研 胶原 自起的一个黑科技 能够促进胶原的新生 像比较容易冒头的这种 法令纹 表情纹 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肤感就是这种非常清爽的 一个奶酪质地 上脸感觉没有奇妙 就被皮肤很好的全部都吃进去了 整个脸也是有一种 被包裹住的一种滋润感 教大家一个涂抹精华的手法吧 能够促进精华 被更好的吸收 先取一泵半的量 再手心揉开 按压上脸 一定要待到下额线这边 然后双手往上提 要重点的去按摩容易长皱纹的地方 然后还有半泵的量 主要呢 按摩的就是容易长发令纹的鼻翼两侧 还有额头 这样两泵就刚刚好 很像是给你做了一场spa 还挺享受的 反正呢3.0的版本用起来的感觉 就是像按了一个 护肤加速键的感觉 感觉软软的 是不是非常喜欢现在这样的皮肤状态 如果有重要的拍摄计划的时候呢 其实我睡前还会厚敷一层 第二天就觉得整个的面部 都是一个饱满不通亮的感觉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水乳 我们的水乳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个产品也是加了多重的一个 盛态组合在里面 既温和又有效抗脑 真的像给肌肤喝饱水的感觉 然后再来一个乳液 轻轻按压上脸 看是不是整个皮肤感觉更加的饱满 它嫩了 最后呢就是要用面霜 也是水热热的质地 一点都不会粘腻 用完面霜之后呢 能够好地锁住我们刚才的营养 我们的水分 整个脸看上去胶原满满的 别忘了一定要把脖子带上 因为颈纹其实很重要的 好了 我今天的护肤就到这里了 大家早点休息 晚安